欢迎收看2021汽车之家冬季实验室单车测试篇 我们对宝骏Kiwi EV进行了三个板块,共12个测试项目 欢迎冬季真实的用车场景,并生成了专业数据及结论 帮助您选车、用车 2021款宝骏Kiwi EV一属家 搭载31.9千瓦时磷酸铁铁锂电池 官方续航里程300年5公里 使用后置单电机系统,最大功率40千瓦 在极含续航测试板块 宝骏Kiwi EV共完成了低温综合续航测试 冷车充电以及热车充电两个部分 低温综合续航测试中 车辆全程采用高速与低速两种不同路况测试 最终直至车辆续航跑竿或车速无法达到30公里每小时 其完成测试 出于驾驶安全 车辆极速受限和实际路况条件综合考虑 宝骏Kiwi EV最终的高速与低速比例为8比2 测试结果显示 宝骏Kiwi EV彻底跑竿的续航里程为172.8公里 实测续航与官方续航对比达成率为56.7% 通过重入的电量计算得出 宝骏Kiwi EV百公里电耗为每百公里18.3千瓦时 续航测试中我们发现 开启ECO模式后 宝骏Kiwi EV的最高车速会被限制到约85公里每小时 测试中空调的炙热效果也相对较差 在电量剩余20%出现低电量提示后 动力输出和空调功率受限明显 至电量40% 车辆完全失去动力无法行驶 在冷车及热车充电中 将车辆在低温环境下静置一夜后 直接启动冷车充电 而热车充电是在车辆在持续行驶后 立刻进行充电 两种场景也对应着不同电池温度状态 同时 我们也分别选择了60千瓦和120千瓦的充电桩 来测试桩体对于充电速率的影响 测试结果显示 宝骏Kiwi EV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 冷车充电时间为46分钟 充电功率最高为17.07千瓦 电池温度爬升零下11摄氏度至25摄氏度 而120千瓦充电桩下 该车30%到80%热车充电时间50分钟 充电功率最高为17.83千瓦 测试中我们发现在60千瓦和120千瓦装机 冷车或热车状态下 宝骏Kiwi EV在插入充电箱后 均需要进行一小时以上的电池包加热 才能开始充电 建议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充电时 要留出足够的充电时间 此外在低温巨航蒸花测试中 由于宝骏Kiwi EV测试前 环境条件不同 电池电量过低等因素 不符合测试标准 未完成该项测试 在极含用车测试板块 宝骏Kiwi EV共完成了多项冬季用车场景 包括空调升温及车舱室温测试 智能系统冷启动测试 智能语音识别测试 以及低温远程启动测试 在空调升温测试中 首先将车辆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环境 静置4小时以上 续保车舱达到零下10摄氏度以下后 开启空调测试 测试将查看车辆在30分钟内 空调的升温能力 以及空调炙热对于续航的影响 结果显示 宝骏Kiwi EV在30分钟中 空调升温20.5摄氏度 供消耗续航里程10公里 空调炙热能耗较低 但升温过程较为缓慢 感觉有点冷 车舱室温测试 则在空调测试结束后进行 查看车舱在寒冷环境下的室温情况 结果显示 宝骏Kiwi EV在30分钟中 车舱室温5.4摄氏度 乘客体感较冷 而在远程启动测试中 将车辆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静置一夜 次日 测试人员在距离车辆200米以外 进行远程操作 查看车辆通信模块 是否会因低温出现失效 结果显示 宝骏Kiwi EV远程启动成功 APP刷新 解锁车辆的速度较快 远程启动空调时 连续三次 均未成功开启 在智能系统冷启动测试中 车辆处于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 静置一夜后 每辆均从开门计时 用触控或语音 完成空调暖风调整 与导航目的地设定 只挂倒档国车影像显示出 影像时停表 计算过程总用时 测试中 宝骏Kiwi EV没有完成能启动操作 连续七次唤醒导航指令 无法执行 测试开始1分14秒后 语音功能依然处于不可用状态 宝骏Kiwi没有中控屏 以表盘兼职扮演车机的角色 疑问放置一夜后 能启动时 车机出现了语音启动较慢 且整套系统一直处于停止状态的问题 部分车控操作 只能通过手动完成 而在智能语音识别测试中 对每辆车进行80句常用场景话术 进行主意测试 包含娱乐 导航 通讯等 记录可有效完成语音指令的条数 宝骏Kiwi车机系统的语音识别 表现可圈可点 首先识别率很高 其次可以通过语音完成搜歌 听歌等基本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在使用语音功能时 系统会在仪表下方 进行语音交互例句的示意 降低了学习成本 不过因为车机未登陆车主账号 导致诸如导航回家 这类导航功能无法实现 另外这套系统的通讯方面是短板 不具备语音操作号段 号码归属地拨打的操作 至于要求更高的 多轮语音交互和废话模式 同样表现不佳 总的来说 这套语音功能 更多满足的是 基本导航娱乐功能 无法给你更多其他的需求 当然也符合这台车的定位 最后进行的是 极寒架控板块的测试 在寒冷地区 尤其是积雪路面 车辆的架控表现 相比常温和铺装道路上 有着明显的变化 在极寒测试板块中 我们不但从数据上 能够看到车辆驾驶稳定性的变化 同时也能够学习到 冬季驾驶的知识 保讯KVEV 如果在不关闭车身稳定系统的话 加速会受到严重限制 关闭后凭借较轻的重量 在轮胎打滑的情况下 还是能保证轻快的起步 但车速起来之后 由于动力太弱 在其他车辆能加速到 70公里每小时的位置 这台车只能加速到 40公里每小时左右 刹车时由于车身较轻 ABS介入不积极 主观感觉刹车距离比较短 绕桩时 由于较轻的重量和较窄的轮胎 车辆在关闭稳定系统的情况下 依然能保证不错的循迹性 在迷路测试中 宝逊QV也出现了 50mini EV遇到的问题 这台车单电机后轮驱动 电机在寒冷状态下 表现极差 加速极慢 在有限的场地内 很难将速度提升至 40公里每小时以上 所以最终通过速度 也锁定在40公里每小时 宝骏QV 虽然售价不高 但顶配车型依然选配了AEB功能 最重要的是 这套功能可以满足 降低追尾风险的需求 比如防追尾测试 系统在低速时 15公里每小时 可以充分地预警并刹车 最终避免碰撞 当车错拿到20公里每小时 梯桶依然可以预警刹车 只不过因为雪地 湿滑路面的干扰 刹车距离稍长 最终发生了轻微碰撞 所以在周围甲车的表现上 还是可圈可点的 不过需要注意 这套系统对行人的识别不够精准 在测试中是无预警 也无制动 最终和假人是发生了碰撞 通过三大集含测试板块 我们发现 宝骏QV EV在低温条件下 仍能有172.8公里的续航能力 实测续航与官方续航 对比达成率为56.7% 车系系统的语音识别功能 识别率很高 并能完成搜割 听割等基本操作 但充电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给电池进行加热 是测试中发现的最突出的问题 此外 受限于车辆的动力水平和轮胎尺寸 在操控环节表现一般 关注汽车之家冬季实验室单车测试结果 请您登陆汽车之家APP 搜索冬季实验室 进入专题 即可查看所有车型测试数据及榜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